忘記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屈雲 那我們我剛已經成功的在直播中通關了這個恐懼輪迴的幾乎是解 那我就大概講一下我自己的打法還有一些關卡要注意的東西 那相當想當然而這個隊伍是稍微的小小歐多一些些 但是以一個拓荒而言我覺得這隊 算是穩啦但是就是對啦歐了一點 就真的是歐了一點 其他部分我覺得都好 好那我大概講一下 那這隊的話其實是GANK蠻多的種族以及一些系列的 那最重要的話它是GANK到學術種族 那學術種族的GANK是可以主要的 那第二關是有五四殺一些有些奇怪的地方 謝謝THSH60408大大追蹤 那我們大概就講一下下 這個關卡的話我覺得最麻煩的其實不是王關 是在第二關 第二關的混沌的話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是這個隊伍是相對性的輸出比較痛 我們大概講一下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王一 不是一之二的部分它有一個學術 學術被動無效 那學術被動無效的話是可以人為的獨掉 那躲掉的方式是相當簡單 就是直接打到一定血量觸發他別的動作 他就不會有學術無效的被動的狀況出現 好那我們直接來示範一次 我們就是直接二血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開一個技能 因為他是有80%減傷 80%減傷絕對打不死的 所以我們這裡就會 我這裡是直接開一個技能 然後直接打到一定血量 去逼他 以吸射屬回血的行動 而不是讓他封我們 學術種族被動無效的 的東西 那就你看看 真的這個很穩 因為這對啦 這對以人類為主 那當然就是 挪哲是下肢一身 所以會吃不到 古特的被動 但是 兩隻 那個 兩隻刺驗是都吃得到 尤其是這一隻 這次挪哲左邊的 驗刺俠 是更誇張 是 挪哲的被動 跟他自己的 那個 古特的被動都可以吃到 所以他的傷害是相當的可怕 看清楚 非常的可怕 這個傷害是非常的可怕 看好囉 我們來看看他這樣 這一波CG是多少 應該是九十幾萬 那如果扣掉 80%的話 是更多的 那這邊的話 我是直接整地 多做一些CG 去讓 他的被動跳起來 但是看來是不太需要 就直接 直接這個點掉 就OK 好 那這裡他會有一個 解除能力值提升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直接在開 古特加上 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傷害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到這邊應該就OK 所以 想說就來 整個地做個C 好像沒辦法 開始幹了 哇 沒死耶 糟糕 失策了 哇 看來不能放鬆啊 好 沒關係 這裡 不會死 那我們 就有一點點意外狀況 那我們就慢慢打吧 改一下計畫 也是OK的 反正 厭刺的技能是三回合 所以不太會死 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進入了 二之一 那二之一的話 先制是 超之級是給武士勇士無效啦 武士被動無效 但是他在這邊的話 他是直接給武士殺啦 他直接是很直接的就上個武士殺 叫武士家族的直接下去休息 一代的 那目前來說 我是沒有遇到 就是沒有帶武士類是還好的情況 就是這邊的話 也不用太客氣 就是一直打 因為他其實蠻厚的喔 他 他的話血量蠻厚的 然後又有44%的減傷 幾乎是減半 所以輸出也不用太零射 就是也不用需要整體 就減啦 就好了 OK 你看 三十幾萬 這樣的似乎 對啊 不太需要放鬆 混沌五殺 就是直接殺武士 但是這隊是沒有武士啦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這個部分 那我會建議就是王一的 2-1 磨一點 然後2-2 2-3是一波 蛋 這樣的輸出會比較足夠一點 這個四回合病毒喔 雖然看起來毒是 毒是不輕啦 但是我們的 試驗軍是快跳了 我們可以等他 然後就來一波解毒 然後再跟他慢慢車 這邊的話是不太會打人 倒數開始 然後我們這裡 這裡就是 呃 我記得這邊還是不會打人 一回合愛心珠無效 但是我們這裡技能就跳 所以我們就直接帶走 我覺得這個有點小失誤耶 其實這裡不應該這樣躲 感覺會打不死 快打不死 我是不是恩階啦 下去了嗎 欸沒死耶 好吧 那我們這裡就補個福特 來跟他錄 這裡就福特開出來 就還是不會打人的 不用擔心 然後這裡就開個福特 跟他硬上啦 也是不用怕 這裡就不用怕 主要是要讓 在 摩斯 左側的這個 不會死掉 好就是讓他的技能不要臉 喔還好還好還好 原來還是不會死 所以 只要知道那邊不會死 就可以慢慢跟他摩 但是 這波 幹個性 沒事 混沌五殺出來了 可以 我們還是沒有死去 沒關係啦 這邊 就跟他慢慢耗吧 反正我不會死對不對 你看那個混沌五殺 穩到不行了 這個傷害就只要這樣 這樣應該是可以帶掉了 好那王二的部分 王二是 王二的話 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是速戰速決 第二種就是跟他慢慢耗 但是我自己的建議啦 王二王三速速戰出去啦 跟他耗 反而會讓你的 腦袋會覺得 頭很痛 好 來 我們直接開下去囉 因為重點是 因為羅哲有轉C啊 黃轉C的部分 所以我會建議 就是你可以先 拖著一些黃鋪出來 啊天啊 聽到這個音樂 我頭就好痛 真的 這個音樂實在是 人生 都不想要再回憶的過去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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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下一波大概是好幾百萬的 大概有六七百萬的血量 所以其實你不用太客氣的去打 好不這樣是一連鎖OK OK好這樣應該是可以直接帶掉他這一條牆 607萬的CG啊 你看這個試驗俠 福特加上這個兩個被動補在一起 多麼的誇張 這個傷害真的不得了 OK好我們這裡帶走 其實禁王反而我覺得禁王比較輕鬆 禁王就會比較輕鬆帶很大 好啦那我們要禁王囉 一百零五萬七十八萬八十二萬加四百四十萬的CG威力 你一定是帶這條牆 不用太擔心這個火力不夠的問題 這隊的火力是非常的低 好啦我們禁王呢 王其實反而比較好打 王的話先制來給各位看一下 王的先制是攻擊技巧型以外封技 被動技能無效 駭入攻擊技巧型以外的角色 大家知道了喔 OK 所以就是你一定是要帶攻擊跟技巧 然後王三的話是還有一個在封神豬 駭客 在給神豬駭客 但是問題是這隊的神豬不是重點 這隊 羅喳就算被封也沒關係啦 因為他不是主打手 你只要王二的時候技能給他跳好 他進王三的時候技能全開 剩下兩隻技能開開就可以了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關是 其實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 只要你有配 只要你有試陣的話 其實我覺得算還蠻好的 因為 試驗霞的話是本身就是輸出很 很好用的技能組了啦 所以 而且他很好搭配 他不像平常那些關卡就是要 有四隻被動起來 他就轉了很多的傷害豬 轉了多傷害豬 在我們眼裡是什麼意思 很多炸彈師豬 對啊 就是回到剛才的話題 就是試驗霞 很好 很好去想他的搭配 可是他的技能組爆發其實算順 他不太像搖那個時候會很 會用起來有時候會有點卡手的感覺 而且搖你看 窮傷的那個技能組 很明顯就是要讓搖去吸一吸 所以會變成說 你那個窮傷的技能 你就要速帥 那這個關卡是 你其實慢慢跟他玩車輪戰 你就不太會死 因為 重點可能就是王三的部分 那個 混沌三血的部分 就是 他不能 就是一樣啦 跟原版的混沌一樣 就是一定要一回合 把人偶帶走的部分 其他其實就差不多 其他其實跟原版 其實其他都差不多 因為我目前是沒有聽說有什麼即死的部分 只要沒有即死 就是你可以就跟他一直磨 那 聖剑霞的技能組又很坦 就是又不會突然暴 又屬於不會暴斃的這種技能 所以就會變成說 其實整體搭起來 相對的穩定 你看我其實 每一回合都至少是 兩到三千的防禦力 然後 加三色 其實 就 不會暴斃 就這麼簡單 就是不會暴斃 然後 這個司機就是這麼偷 然後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其實是 再磨個一兩回合 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裡其實我們就不用再 拖太久 只要磨個 一兩回合我們讓 福特頭禁王 然後技能全開 不過了 他還是一回合只有 只有掉一回合掉落 所以其實 也沒什麼影響 就是繼續炸 我覺得 太多了 好 好 那我們這裡的話就是直接這個 摩托加上 我忘記他名字 一直忘記沒 燕刺俠 竟然這兩隻一起炸下去 他就是一定帶走 有人說我在推特開台 我在推特開台 都是T家族的 但是有那麼難的嗎 不會吧 有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針不出來 兩個有那麼難分變嗎 應該沒有這麼難分吧 對不起 我應該要矜持一點 我向社會大眾高興 非常不好吃 我會對我這個失言煩情 他怎麼 到底 誰會在推特開台 推特 推特的用意 比FV還要尷尬 也不是說尷尬 就是 推特 推特的 就很像是個人粉專啊 就是每個人都是個人帳戶啊 也不用說誰推中 沒有啊 沒有這個部分的問題 OK 我們這裡就再做一顆C 這個一定帶著走啊 這個散開一定帶著走啊 來看看啦 彰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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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這波的 那個左側的這個最痛的C 讓我們來清眼見識 見識一下這個發爆發 好 1577萬 好吧這真的有點嚇人了 看來這個下一波我看有沒有機會破兩千 來吧 對 而且他的C技攻擊 攻擊已經是跌到一萬元起跳了喔 傷害絕對是足夠的啊 然後我們就等到剩三值的時候 當然為什麼有人會說 補特為什麼可以看到大家 那補特的轉輸是紅黃藍輸 那他的話是 綠 綠轉C 所以變成說他們不會衝撞的問題 所以他們兩個是可以搭配的喔 好來囉 開始囉 而且 挪遮是新轉右側 還新轉左側 所以就會變成是 都有轉 但是不會撞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版本 神到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 等一下 今天要刷出史上最高全場 來囉 來囉 看好囉 38連鎖 開下去 南板都是 C主啊 好可怕 好了來 又是一個38連鎖 好啦看來我們要通關啦 OK 那這個傷害是有一些些控殺的部分 如果沒有控殺應該傷害也會再好看一些 但不管了 CG傷的話是1303萬 可能因為前一波有比較痛的CG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 這個 這個 關卡的攻略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們也 稍微簡單的 講一下他的 他的技能組好了 那 補充0的話我覺得技能組還蠻有趣的 但是他可以跟滾搭配嗎 我覺得有一點點難 但是 技能組來說看起來是想要跟他搭配 但是由於 滾的 本身的技能問題造成的 他們倆要搭配起來 不是有一些些難度的 好 那 啊 欸 我說補充0怎麼 啊好 呵呵呵 好啦 那有三鬼有綠屬性回復力降9999 但是 但是這個 這個 自殘也太徹底了嘛 這個 又是自殘又是 極度消費血量 真的是要玩3G點 那 被動1的話是 破傷跟駭克啊 被動2的話是 射珠破壞66顆綠屬性攻擊力提升666 太低了 那被動3的話是 HP40%以下 綠屬性點在4加1 那被動4的話是 HP10%以下自身CG傷害提升 那這個很明顯這個 其實是拿來搭配滾的啦 這個就算是一個平民滾的搭配角 那 CD22看起來應該是滿意是CD7 然後三回合效益 那其實是跟 那可以跟滾搭配啦 那技巧是 那當然 當然就是重點就是 回復力降低9999 降低9999的情況下就是 力耀3G 就是 他犧牲了自身的生存力 但是拚命的輸出啦 這個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就是 你要大量消血的情況時 你也要同時 你一定要輸出要出去 然後你輸出只要沒有出去一波 你就死去 那這個就是 屬於 高風險跟 高效益的 技能 只能這樣講因為 是有點太毒了啦 就是你沒有3T帶走 就會 瞬間暴斃的那種類型 那就是可能跟 某個 攻什麼 攻什麼連續的 那個 某個伊莉亞差不多 就是伊莉亞爆了 就爆了 他爆了 普通連爆了 就爆了 好啦那差不多分析就到這邊 那 其實是蠻值得入手的一個角色啦 反正就是可能 簡單關卡的時候 需要3T 數覺 可能王關你進王了 3T 你要秒殺他 就是直接開下去 你也不用擔心啦 因為反正最後一條血過了 就沒了嘛 所以 你就直接帶走 但是 他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 非常怕 那個 他非常怕那叫什麼 那個 病毒啦 因為病毒就是 只要沒有防毒 他就下去了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只要遇到病毒流的關卡 他大概就直接 就直接gank了 只要毒沒有很痛 基本上就gank了 因為 99%血量 就算 我是覺得啦99%血量可能 毒下去 可能 連 連窮奇的C 窮奇的毒都可以把自己毒死 之類的 也不一定 所以可能就是比較難 可能比較難用一些些啦 就是這個 大家要注意啦 就是可能 極小極小的毒都會把自己害死 的最大 這是可能是普宗林最大的問題 但是 嚴格來說普宗林還是蠻值得這麼守的啦 而且 我覺得也 蠻帥的啊 對不對 還蠻帥的啊 異色童 然後用惡魔 對對 我覺得OK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關卡公佈加上角色分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的話就按個訂閱加個鈴鐺 還有我現在YouTube的情況有點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都在特惟奇開台 我會再把留言 網址留在下面 要來的話也可以來按個追蹤 特惟奇的話就是追蹤為止 當然想要 更加支持我有更多的動力的話 那就不妨按個訂閱 訂閱的話雖然沒有很貴 呃不便宜 就大概兩百塊 一個月兩百 但是 至少 可以對我一些些有些些幫助啦 那也可以加入我們Discord的 訂閱者專用群 就這樣 好啦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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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